最近已经成功举办了两年的飞移相声大会也将如期举行 据中国广播艺术团发布的公告称 月底即将举办第三届飞移相声大会 并邀请全国的老中青三代演员齐聚一堂 消息一出各大媒体争相报道 但引起关注的并不是参演人员 而是未参演人员 让人意外的是前两届飞移相声大会炙手可热的人物 江坤的艾图周伟 以及相声新势力的卢新玉号 这次却没有出现在相声大会的名单上 主流相声遭遇大洗牌 艾图被抛弃 苗妇却成心虫 作为江坤的艾图 天津北方演艺集团总经理周伟 无缘相声大会 相信很多网友并不意外 也有网友认为 这根本就是周伟他自己作的 在今年夏天河南暴雨捐款时 大家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众多明星都遭受到了网友进行逼捐 杨毅更是直接晒出了捐款凭证 但很多演员则是置之不理 只有周伟不甘示弱 直接在评论区回怼网友 作为公众人物 口吐芬芳 实属不该 很快这件事在网上引起了争议 很短的时间内 周伟以前的黑料全被扒了出来 若说网友道德绑架实属不该 但周伟言语侮辱 却是有失身份 作为公众人物 身为国家一级演员 不敢想象这样的话会出自周伟之口 随着事态越来越严重 周伟紧急公关 称自己的账号被盗 骂人的话不是自己发的 然而这样老掉牙的借口根本没人信 无非是此地无垠三百两 贼喊捉贼 最后周伟还亲自上阵 到灾区捐献物资 但却没有网友买账 前面出了这样的事 主流界怎么敢用它 这也是此次非一大会 撤掉它的根本原因 相比周伟 苗傅可能幸运一些 在很多观众的心里 轻取舍一直是未来最有可能 与德云社抗衡的民间相声团体 但它实在是不给力啊 有信心的网友发现 在飞移相声大赛的宣传海报中 苗傅后面所在工作单位 写的是西安取义团 而非清取社 也就是说苗傅虽然是清取社的班主 但工作关系应隶属于西安取义团 他早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体制内相声演员 按理说捧着铁饭碗 可得小心端着 他偏不 前段时间 清取社相声江湖门店 员工拉条服讨薪一事 闹得沸沸扬扬 苗傅不仅拖欠员工工资 还拖欠装修队的工程款 一直自诩为公私合营 自负盈亏的清取社 竟也有发不出工资的一天 实在让人疑惑 要知道前不久 苗傅还拍着胸脯打包票 疫情期间工资照发 如今岂不是打了自己的脸 让人笑掉大牙 和苗傅一样 卢西玉浩也参加了 20192020年的 飞移相声大会 不同的是 苗傅深陷舆论却不受影响 依旧能参加2021届 飞移相声大会 但卢西玉浩却没这个福气 无缘2021届 飞移相声大会 就其原因 还要从清取社开始说起 卢西玉浩曾是清取社的台柱子 但一场演出只得100块钱 一个月两三千的工资 根本养活不了自己 2016年两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笑傲江湖》 别具一格的新时代相声 深受观众欢迎 就连郭德纲也要三番两次 邀请他俩来德云社 德云社是中国最火的相声社团 能进德云社 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德云社人才积极 两人进了德云社 未必发展比现在好 也有可能就此埋没 因此从清取社出来后 两人就成立了自己的相声新势力 对于卢西玉浩的选择 郭德纲欣然接受 还在相声新势力开业的当天 为他们送上亲手书写的牌匾 眼看曾经的台柱子 离开老东家 还和德云社打得火热 苗复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上次西安市取一家协会 换届选举大会上 苗复与卢星一同当选副会长 合影的时候 两人离得老远 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2020年11月3日 第二届飞移相声大会 刚结束没几天 苗复就发了一条微博 20年了没被打过 张玉浩老师 感谢你让我知道 你已经离开清取社了 从照片上看 苗复的脸上 有几条很明显的抓痕 正如苗复所说 他被玉浩打了 有意思的是 这条动态 刚发布没几分钟 就被删掉了 正在大家疑惑不解的时候 郑宏伟站了出来 郑宏伟是卢星的师父 是玉浩的义父 还是清取社的财务总监 事情的起因 是苗复的搭档 王生先动手 打了财务总监郑宏伟 郑宏伟一气之下 退出清取社 加入了徒弟的相声新势力 玉浩的师父 魏元成也一样 加入了相声新势力 你敢打我师父 那我就敢打你 这才有了 玉浩打苗妇的事 有网友跑到 玉浩的微博下询问原因 玉浩只说了一句 英国有循环 阴阳自流转 至此 清取社和相声新势力 彻底结下了梁子 再因相声新势力 和郭德纲走近 清取社就将他们 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也怪不得第三届 飞移相声大会 有了描写 却不见 卢心欲好 虽然德云社 无缘此次飞移相声大会 但德云社的前成员 倒是参加的不少 何云伟 李京 自从2010年 离开德云社后 便在一起搭档 说相声 但尺寸 越来越慢慢的 毫无道理 李京 捧根 宝托有余 卖点不足 没多久 两人就猎学了 专心走仕途之路 李京成为了北京 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何云伟进了北京曲艺团 两人都吃上了公家饭 前途无限光明 不过这次相声大会 两人却是互相不理睬 自个儿准备自个儿的节目 还有一个大豆相声社的班主 李银飞 也曾在德云社待过一段时间 这次有幸参加飞移相声大会 可见与主流关系不错 或许他会成为第二个苗妇 也说不定呢